哈喽 老头们大家好 今天温度有点低 就没有去门下乡 就在家里面 拿出了几件旧床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玉的一个顶 臀枭玉的四方顶 这是防臀 这个是个脚 它是瘦头的 这个边上的玉石呢 就是修玉的 修玉瑕制的 上面都有明纹 和那个 一个形状像面具的通口 这个都是属于避邪的那一种 四面都是玉瑕制的 更衣还是很好 比较矫旧 下面没有矿 一个顶 玉顶 再看一件 这个茄碧 晕正 元宝 这是当茄的啊 比较稀少 市面上是比较稀少的 而且是翻沙的啊 疼的 这个保存 只有一巴啊 刺口玉不是那么清晰了 可能是年分久了的原因 这是大号的 很大 62 63 直径是 这个厚度是 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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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下这个玉的 缩兆时期的 巨头的 这个上面有明纹的 这个上面也有明纹 有刻发 这里也有明纹 这个角的地方都有刻发 这也是一块绣玉的 这里是一个龙头 也像一个 年兽 这是一个白剑啊 手跟雕刻的 这个年分很久了啊 这上面 这些 清碎 都去得不了 洗不干净了 年分太长了吧 应该是 这些鸟背是 壁腐 这个做一个白剑也可以 其实做一个文房的 擦笔也还是挺好的啊 这个上面像这样 把笔擦上去 我们看一下 那个毛笔给擦上去的话 这是一只紫团的毛笔 不要擦起来也是挺好的啊 我觉得还是有点用味 这个就是这三届旧床 很多年以前 我就把它收在家里面的 收藏品 好了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关锯